欢迎有线财经资讯台观众 我是徐梓杰 我是国伟装 先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港股反复上升 鹏讯和友邦等五只蓝筹创新高 带动恒指一度升穿28,600点 再创近一年新高 成交增加至超过2,500亿 美国将小米等9家中国企业 列入禁投名单 小米股价急错一成 摩根士丹利估计 最坏情况下 有近千亿港元流出相关中资股 去年申请破产的公司 升至四年来最多 中介机构预料中型企业财困的问题 开始浮现 破产数字仍然未见顶 港股虽然再创一年新高 但是全日走势反复 被美国纳入禁投名单的小米 股价急错一度拖累市房 但多只蓝筹也是破顶的 继续支持大市向上 全星期计恒指升近七八点 连升三个星期 不过受到美国投资禁令影响 摩根士丹利估计在最坏情况下 可能导致近千亿港元流出相关中资股 郭希林报导 美国将小米等九间中国企业 列入禁投名单 中海油亦都被美国商务部 加入实体清单 大市升至一年高位之后 好淡增持 小米急错一成 失手三十元水平 全日成交急增至超过三百亿 占大市成交一成三 中海油最多跌近百分之二 险首百元 摩根士丹利估计 因为投资禁令 美国投资者被逼沽售中资股规模 可能达到118亿美元 当中超过八成是离岸中资股 大趋势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当一个大的趋势 整主体的趋势 比如一个升浪 一个跌浪形成了 如果不是趋势自己去到一个中节点 你中间发生一些事件 不会是将趋势扭转的 这些什么禁投令 我不会觉得它是足以令那个升势 是出现一个扭转或者是结束 只不过就在上升过程中 增加多一些的波折 恒指低开之后到头回升 多只重磅蓝手股破顶 带到恒指一度突破28600点 在去年一月以来新高 但高位明显有获利回套 午后指数一度到跌200点 收市企稳在28500点 全日成交增加至2500亿 北水淨流入仍然维持过8亿 腾讯和阿里巴巴 未有被美国列入禁堂名单 腾讯创出646元的历史新高 另外有四只蓝丑创新高 友邦平保都升3% 若明生物要倒跌收市 柔储行比里陆旗下 起码拉瓦资本增持 股价急升一成 创新高 招行公布去年业绩之后都破顶 有线电视机者郭希林报道 五只新股首日挂牌 其中打破冻结资金记录的医道科技 一度逼近70元 较招股价高1.6倍 收报65.2 不计手续费 每手账面赚3890元 线上汽车平台网上车市 收市报1.5元 每手账面赚大约1千元 製片和发行商 杜草红娱乐收报10.8元 较招股价高8.3元 每手账面赚接近5千元 疫情持续 多个行业都陷入困境 甚至完全停顿 导致破产问题恶化 去年本港公司破产中数 升至四年来最多 专门从事企业债务重组的中介机构说 财困问题已经蔓延至中型企业 相信公司的破产数字尚未见顶 世纪疫情之下 经济活动几乎停顿 去年申请破产的公司中数 升到四年来最多 有接近8700宗 按年增加超过500宗 升幅超过6% 但和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过万宗 以及沙士的时候的2万多宗高峰比较 就仍然有距离 强制清盘申请都升至4年来最多 但仍然软较沙士的时候 1400宗水平少 原因之一 可能和去年法院因应疫情 在个别月份实施特别上班安排 影响处理相关工作有关 有专系处理企业债务重组的中介人说 破产的数字未见顶 但他说由于企业比以往更早就寻求协助重组 相信不会出现破产个案大幅急升的情况 银行工会说本港营商环境虽困难 但资产质素仍然维持高水平 未见坏仗急剧惑化 他说本港经济仍然面对很多不确定因素 相信要到下半年才会有较强劲的复苏 期望到时可以带动持续放缓的贷款业务重拾增长 银行中期借贷便利操作规模低过预期 半年以来首次资金正回笼 银行表明企业借贷成本已经跌至新低 利率和传准金率也在合适水平 未来政策不会转弯 但一定会密切留意资产市场的情况 王启进报道 3000亿人民币中期借贷便利MLF到期 银行5000亿亿回购 但扣除将会在今个月25日到期的定向MLF的话 银行半年以来第一次未有将到期的一年期资金 全数逐期 资金正回笼405亿人民币 银行说政策不会急转弯 去年三度降准之后 已经大幅降低企业借贷成本 支持实体经济 有分析员就说考虑到市场利率走势 资金仍然充裕 但农历年之后流动性有可能收紧 另外银行预期经济复苏 企业增加开支 合议货币增长会转为平稳 今年会继续留意资产市场价格表现 尤其是要加强房地产金融的调控 有线电视记者黄契进报道 银行说蚂蚁集团已经成立工作组 配合监管部门的要求整改 金融管理部门的指导之下 蚂蚁集团已经成立了整改工作组 正在抓紧制定整改的时间表 对标监管的要求来进行整改 同时也要保持业务的连续性 和企业的正常的经营 确保对公众的金融服务的质量 金融管理部门也在与蚂蚁集团 保持着密切的监管沟通 有关工作的进展将会及时的向大家发布 蚂蚁集团被叫停上市 令到包括主权基金在内的前期投资者 酝酿采取行动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包括贝莱德、新加坡投资公司等 蚂蚁前期投资者 对叫停上市无所适从 报道说不少参与蚂蚁私伦融资的投资者 投入的资金其实一直存放于 一间类似空壳的离岸公司 参与融资的投资者 对蚂蚁未来上市计划等所知甚少 但是部分并不赞成诉讼 只是希望蚂蚁可以进一步澄清 未来上市的长程和估值问题 金管局说内地近年积极提升环保标准 可能造就更多企业 来港发行绿色债券融资 本港新增38宗新型肺炎确诊 当中三宗输入 其月有14宗源头不明 近两个星期 油尖旺区累积大约90宗确诊 政府决定用4条街画出一个小区 在范围内的大厦只要有人确诊 那栋大厦居民要做强制检测 估计有20多栋大厦涉及几千人 马晨晨报道 油尖旺成为疫情重灾区 政府决定用4条街画做小区 在佐敦道、尼敦道、甘肅街、杜船街 这个方块内所有大厦只要有人确诊 那栋大厦的居民都要强制检测 涉及大约20多栋大厦数千个居民 重灾区是新田地街和妙街 不过除了这个范围 油尖旺区还有不少大厦都有个案 最近同样都在佐敦道的道兴楼 这栋大厦刚刚出了界 不用强制检测 在范围内的大厦没有个案 居民不用强制做 但政府安排自愿免费做 既然油尖旺区处处有火头 为什么不直接整个区都强制检测 都要看回那个风险 和看回我们现在在这个小区里面 都有一个针对性 稍后有些细节在430都可以提供 到4点半记者会 这是政府商讨之后的决定 因为刚才真的局长说 430会公布一些资料 其实他事前是否 没有和你们有一个沟通 因为我乘车过来 我没有听到局长的说话 所以我不知道详细 究竟想有什么要跟进 你可以建议究竟应该怎么做 现在降低到一个单位 当然集中希望早点找到个案 强制检测的居民要星期六到下星期一 三日内完成检测 除了在冠冲车流动采样站 也会有流动采样车 苗街又在确诊大厦楼下的食肆 员工未知安排 没有人说没有听过 我又知道上边这里有一单 一个又不需要 我觉得很不方便 又要上班又要什么 当然多些地方方便些 检测是好的 好事是好的 起码大家有个安心 如果住着那些 立刻带牧者 那时候怎么说 那时候做都没得做 那时候更麻烦 由于这些区 不少都是少数族裔 所以政府就会安排一些 星尼博尔 或者乌尔都语的人 帮手做翻译 和派不同语言的资讯 解释检测安排 有线电视记者 曼晴晴报道 楼价指数回落 待会的每日流市 还会看看指标二手屋远 近日成交 创出四至五个月以来的新高 有线财经节目时间到这里 回来还会有湾区直送 会看看人民币已经超越美元 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第一大跨境结算货币 再回 走出走 走出演技はいつも 会计划 钩